对于不对称战争的思考 我们可以以小博大 然后用有限的成本发挥比较大的一个战场效益 部署了大量的歼6无人机 用于对台军雷达战进行攻击 解放军东部战区曾在微博公开新讯动员照片 专家认为中方歼6改装为无人机 攻击战力将更提升 而中国原有的无人机有翼龙和彩虹系列 执行风群战术对地攻击 比较大型的还有力舰无人机 航程可达4000公里 但体积大虽有隐身 仍难闪避空防系统 相比之下美方的技术更胜一筹 去年8月美国不让ISK有犯案 很多的实战的经验 所以它的资料库还有飞行的控制都是最完整 然后未来我想会进步非常快 因为攻击型的无人机最重要是那个顶向头 本来就是台湾的强项 无人机升空在空中任意穿梭 尽管花莲风速强劲 机身依旧稳定 这是去年腾云在花莲空军 加山基地亮相 据攻击战力作战型无人机 远距导航自动降落 腾云二型专家研判 科挂地狱火飞弹 中科院积极研发拼量产 盘点台湾无人机 红雀锐渊 具快速部署性能 曾征获共军北极星征搜舰 具实战经验 从侦测到攻击力 我国无人机 力评升中共军力 三立新闻 简红旗温文轩 台北报导